本节目绘画由麦克斯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急速解说 上一期呢我们给大家讲了五个开手动挡不能做的事情 不过有不少的观众呢对我们表示了不满的意见 我们都是开AT开双离合 你开手动挡 哪有女孩自己上车 没错所以呢我们本期迎来了非常实用的自动挡偏支 五个你开自动挡不能做的事情 第一点不能空挡滑行 有一些老司机特别是开习惯手动挡的人呢 他们很喜欢在这个车不需要动力的时候呢 把这个挡位推到去空挡啊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可以更省油的 前面就是一个红灯了 马上拍进N档一路滑过去 我跟你说这个月的省油之星必须是我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 因为呢你认为它唯一的优点呢其实是它的一个缺点 现在新的汽车呢只要这个ECU感知到你不需要动力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它是不会公油的 在我们下坡或者滑行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挂的低档呢 因为这个车轮跟发动机是相连的 所以其实发动机并不是自己在运转 而是这个车轮带动着发动机运转 所以呢它是不需要喷油去维持这个发动机的怠速的 因为在N档的时候呢 这个车轮没有与发动机连接啊 所以你不供油它就会死火了 所以呢一定要保持一个最低的喷油量 这个就是为什么N档会比低档要费油的原因了 那么空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油呢 因为我们挂着低档的话呢 发动机呢是有这个拖拽力的 所以这个车辆的速度呢降低的很快 它的滑行距离呢也会变得更短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面用这个空档的话呢 它的这个滑行距离呢是可以非常的长的 所以虽然它是一直在供油 但是它的油耗呢却会比你用低档更低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大家要知道我们在低档的时候呢 给油车是会走的 N档的时候你给油发动机会升转 但是车是不会走的 比如说我们遇上一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呢 你这个车呢是会失去这个控制力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正常行驶是一定要挂着低档的一个原因 不然等你从这个N档挂到低档 你再获取这个控制的时候呢 它可能已经慢了一步了 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在这个下坡的时候呢 如果你单单用这个空档的话呢 它会把所有这个负担呢都交给了刹车 我们发动机呢是没有任何这个拖拽力的 很快就会导致热衰减 你的刹车呢就没有功效了 所以呢它也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啊 我们不能用N档啊 要用低档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呢 像在美国有15个州呢是禁止空档滑行的 这个是法律禁止啊 所以呢这也说明了其实空档滑行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的 但是有一些新车呢它是自带这个空档滑行的功能的啊 跟你不一样的是 它是自动电脑不断的切换的 它是真的能达到一个某程度上省油的一个目的啊 但是它又保证了这个安全 所以呢你自己做跟ECU做 它是完全两件事情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正确使用自动档呢 你看低档滑行松快油门它是完全没有油耗的 如果你的车没有手机体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R档 这个就是低速档或者是呃数字档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在下坡的时候你的车就不会越流越快了 第二点车没有完全禁止一定不能挂到档 很多司机呢为了求快在停车入库的时候啊 很喜欢车没有停定呢 啪一下就进了R档 那这个时候变速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自动档的变速箱呢 它跟我们这个手动档变速箱呢是相似的啊 只是我们这个手动档变速箱呢 它是有一个波差去控制那个齿轮 这个自动档变速箱呢 它会有一点点像我们这个骨砂里面这个蹄片啊 就是那骨砂呢是往外膨胀顶着刹车鼓 这个自动档变速箱它里面这个档位选择器呢 它是有一点像反转的骨砂 它就是往里哭啊 然后去绑住这一个档位 但我们行进的过程中呢 它是一直在转动的 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它是紧紧的绑在一起 它是一起在转动的 好这时候呢我们完全没有停定 它还带着一个惯性 然后我们把它去套入另外一个档位的话 也就是我们套入我们的倒档的话呢 它就会是从一个方向 然后马上转换到另外一个方向 有很大的这一个摩擦力 因为呢这一个换档的装置啊 它其实是为了用来固定这一个档位的 它并不是承受任何这个摩擦的这个责任的 如果你一摩擦 它其实就会有损耗 它不是很贵啊 它也就是个一两百块钱的东西 但是你要换这个啊 可比这个首波要更麻烦了 摇一次还是摇拐个盖 摇拐个盖啊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自动变速箱跟手动变速箱不一样 因为我们控制不了离合器 所以必须得停下来才能挂到的 第三点 错误弹射起步 像很多人呢喜欢崩直线啊 玩什么01啊04啊 甚至红绿灯呢 也要秒天秒地 哈哈哈哈 能不能冲垃圾来追我啊 但是弹射起步可是很讲究了 你知道我在江湖上的名号是什么 没错 就是弹射小公主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空档拉高转速 直接拉进低档呢 这时候呢 我们要有请我们的道具师 把我们这个图解拿出来 没有道具师的时候 难道不应该你自己过来搬吗 行 过来 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自动变速箱呢 跟我们手动变速箱呢 原理是相似的 它最大的不同呢 是它多了一个这个业力变矩器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边是变速箱 一边是发动机啊 中间多了这一个像一个锅盖一样的东西 其实正常来说呢 它是一个铁壳啊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这个拆解图 其实它的作用呢 就是把发动机的这个输出啊 然后给到去变速器那一边 那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分解图呢 它分成三个部分啊 我们可以甚至把它简化成为两个部分 这是一个风扇 大家可以当成是这个变矩器的这个风轮啊 这个地方呢 它是跟我们这个发动机所相连接啊 发动机只要有转速 这个东西一直在转 我们另外一边呢 那个涡轮呢 大家可以当成是这个风车 我们发动机的这个输出 好 然后输出到这一边的这一个涡轮 然后透过这一个输出轴啊 看到这边风扇这个地方 然后输出到我们的变速箱 于是呢 我们的变速箱就有了这个东西的输入了 因为这个液力变矩器 它不是一个硬连接啊 你看我们踩着刹车的时候 它是不动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踩着低档 发动机有怠速 但是我们的车也是不走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要怎么样切断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中间的连接呢 其实它们两个之间呢 是有一个介质的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空气也是这一个介质 那在液力变矩器里面呢 它是一个液体啊 所以每当我们踩油闷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这个变速箱油 蹦到去它们中间 这变速箱油越多 它们的这个连接呢 就会越强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剥夺了它的这个介质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它就不转了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不崩油 里面没有液体 它自然就不会转了啊 好 有了液体 它又继续旋转了 好了 终于可以回到正题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踩油拉高转 然后空档拆低档呢 在踩油挂着空档的时候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因为你踩油越多 它中间的这个油液越多 它传动效率越高 发动机转速也会越高 所以呢 两边呢 都是转到这个发发生的 但是因为呢 你是挂着空档啊 所以车轮没有动力嘛 这时候它们发发生 你车是不走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挂进低档啊 也就是这个转的非常强劲的动力 一向卡到你的这个传动系统那里去 一挂挂进去 啪啪啪 所以你每一次在N档拉高转速 挂低档的话呢 你看 所有这个摩擦力 都是由你这个变速箱去承受的 啊都不会少几点你捅啊 这个就是你变速箱在发生的事情 每一次做 基本上你变速箱寿命呢 都会少了很多的 好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弹射起步呢 其实呢 弹射起步 如果你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程序的话呢 每一次对这个变速箱呢 都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啊 但是呢 我们啊 怎么做能减轻这个负担 弹射起步的正确操作就是 带点刹车 憋住它 然后松开刹车给腰 哇 妙啊 那这时候它是什么原理呢 高转速啊 风扇转得很快 好 但是我们用刹车来控制住这一个涡轮 这个涡轮是不转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转速一憋高 适合转速一放 它转了啊 这个车轮也开始转了 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正确弹射起步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变速箱能感受到呢 就像我这个指尖能感受到的 就是这种风啊 它是有一个力的 但是呢 这种有缓冲 有液体作为润滑呢 总是比肝膜要更强的 其实这两个情况呢 一个呢像跳楼 一个像跳水 那但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从100米掉下来呢 你进水里呢 也好不到哪去 短时间住车 没有必要挂空的 稍息的你认知了吗 很多司机呢 总觉得挂着低档等红灯啊 又费油啊 又加大这个损耗啊 其实这个习惯呢 可能是大家手动挡开多了 或者是一些老司机 留下来的传言 大家一般担心的 都是觉得我在低档挂着 对吧 这个业力变局器转转转转转啊 它会这个增加这个磨损啊 我们业力变局器又出场了 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呢 你是不会踩油门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风是很小很小的 就这个状态 我们踩着刹车 你说能有多大的磨损 几乎就是零 你不是这样子吗 你看这种怠速踩着刹车 我就问你有多大的磨损 那还有一个理论呢 就是它的油耗会增加 那的确可能高这么一点点 因为我们踩着刹车呢 其实只是锁住了这个车轮 那这个业力变局器呢 它是在转的啊 然后呢 这个变速箱呢 也是在这个工作的啊 然后它在带动的这个部件呢 相对来说更多 所以它的油耗可能会高这么一丢丢 但是如果你等红灯只是几十秒的话呢 其实它的这个影响是几乎微乎其微 可能 你大概每等一个红绿灯 能少0.00001升 那如果真的介意这个东西的话 我劝你就别开车了啊 那么N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它带动的部件呢 更少 所以在某一些车上面呢 它会有更少的震动 那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挂空档还是低档呢 其实就是没什么所谓 但是千万不要挂P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档呢 其实它跟其他档位不一样 它是这个锁止的机构啊 我们挂上P档 这个变速箱的这个轴呢 就会有一个勾 把它给直接这样子挂住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发生追尾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力啊 很容易呢就会损害这个机构 或者直接导致你这个变速箱卡死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短时间停车呢 是不要挂P档的 所以等红绿灯的时候 要N档还是D档 这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说到P档 我们就要说下一个点了 第五点 车没有停定的时候 千万不能挂P档 有一些司机啊 它会特别心急 车没有停定呢 就很喜欢一下挂进P档 啪 一下车停下来 一般你时速过高呢 它是挂不进去的 但是奔驰呢 有一段时间 它十几公里也能挂进去 所以它很有可能呢 这种高速的情况 它就会弄坏这一个机构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后面奔驰就召回了这个车 把这个挂P档的速度呢 调到十公里以下 这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 其实停车的时候 我们不差这点时间啊 挺稳了 再挂P档 挂档挂得快 不如刹车踩得快 但是呢 有一些人就说自己的车 哎呀我怎么都停不下来 120公里 我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挂P档 按法减速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你挂P档 它是有保护的 它是卡不进去的 所以你的车是不会减速的 这时候呢 我们要踩刹车 那你可能说的啊 我们这个动力很强 但是呢 我们这个刹车呢 一般来说 要比动力要强很多 也就是说 你的车辆停止的能力 要远高于它加速的能力 就算你踩着地板油 你只要踩着地板刹 它是一定能让这台车给停下来的 那有些人会说 哎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呢 那个车主说 怎么都停不下来 我刚刚打电话 我现在我车在高速上 我现在车已经失控了 没刹车 这个是有可能 我们这个刹车的助力也丧失了 所以你用平常这个脚的力度 去踩这个刹车的话呢 这个车是停不下来的 但是你的车 其实它还是有这个完全的制动性的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抓紧 我们的方向盘 用尽吃奶的力 死命的往里面踩 这个时候呢 你的车呢 是能有这个正常的刹车力度了 那又有人说 如果我的刹车系统出现了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刹车系统呢 其实它是一个X型的结构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左前轮 跟右后轮是一套系统 这个右前轮跟左后轮是一套系统 所以当一套系统失效的时候 你是保持了这个前轮 后轮和左轮 右轮这个刹车性能呢 所以它还是能帮你的车 给停止下来的 所以大家在新闻上面看到 我的车停不下来的这种按键呢 大家去看一下 最后呢 还是因为这个驾驶员操作失误所导致的 好了啊 那实在 你觉得这个车 它刹车还是不太听你话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降挡的方式嘛 我们一挡一挡降下来 让它速度慢慢的停下来 它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车辆失控的时候呢 最重要是不要慌张啊 正确的操作呢 才是最有用的一个办法 还有多看就是这个急速结束啊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教会你很多一些汽车的知识 包括如何去操作呢 好了说到降挡下一期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降挡补油到底是怎么回事